从法式布雷塔尼酥饼 在法国或是在欧洲 他们在下午茶的时候 都会准备像这样的一个酥饼 这酥饼里面有包含了 我们可以加一点咖啡液 或是说可以加杏仁霜 所以整个酥饼里面 除了它酥脆的口感之外 我们还可以吃到一些和果的香气 到日式柠檬生乳蛋糕 所以有加了一些动物鲜奶油 可是它加上了柠檬的一个酸 还有一个它的清香 整个口感里面就非常的顺口 那为什么叫做生乳呢 其实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新鲜 所以不管是它的蛋糕体 或是它的抹酱 或是它的淋酱 整个吃下去的口感非常的好 那尤其我们在夏天 我们可以先放冷冻裤 等到冰冰的时候 我们再起来吃 里面的这些夹成 就像冰淇淋的口感非常好吃 包括生乳吐司 以及香浓巧克力金箔蛋糕 这些都是盛会中用心烘焙的作品 不论在口味口感还是造型摆饰上 在各行各业中也是佼佼者 也懂吃的闺蜜们 都给这些作品极高的评价 做这个蛋糕呢 让我觉得把烘焙液向上提升了一几 怎么说呢 它在用东西的材料 然后在装饰 都花上一种女人特别有的细心 然后也把这种东西提升出 一个美的境界 我觉得它做得很细致 东西也很好吃 所以你觉得它做得有 这个专业跟职业的顺重 非常的棒 一百分以上 在基隆和新北地区 相当有名的美熟女 失业百度人盛会中 除了给了美丽和精明干练的 女性就业中心主任形象之外 这两年来盛会中在忙碌工作之余 更因为兴趣 也想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健康 而投入面包 饼干 以及蛋糕等烘焙方面的专严 不但考取烘焙丙级症照 更有自己的烘焙工作室 成为烘焙达人 不仅是兴趣 也在忙碌的工作中 升华自己的人生 其实呢 因为我们上班都很忙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去外食 那包括早餐啊 我们会去早餐店 或是说去西点面包店 那其实吃久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更喜欢 吃一些比较天然的东西 那我也想要知道说 我每天吃进去肚子里的 这些面包啊 蛋糕啊 里面的成分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因缘机会 我就想 刚好我们社区有在学做面包 那我就加入了这个活动 那开始上课以后 我发现 我怎么突然间对这个 蛮有兴趣的 那同时又可以让自己吃得健康 所以我就 从那时候开始 就一直很有兴趣 从面包开始做起来 一直到做到蛋糕 饼干 甚至还可以做包子 肉包子等等 对 在自己的烘焙工作室中 教导闺蜜们 学习制作洋汁甘露 以及杯子蛋糕 大家玩得开心 也让友情更紧密 技术更精进 盛会中说 未来如果有时间 将继续往考取最高阶 烘焙以正的殿堂迈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